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學的交通安全知識 是機車配件、家裝跟設備變更 我們為什麼要學交通安全 因為同學請問一下你們現在大約幾歲 16、17 在18歲你就有可能去騎機車 為什麼國中不上、國小不上 因為他還不能騎 所以我們教育部 他以高中生為主要交通安全課程的教授對象 就是因為你們已經很大部分的同學 在高中時段就有可能接觸機車 那現在一位同學你們是汽車課同學 你們應該對配件、家裝跟設備改變更 會有一些基本的嘗試 那等一下會跟同學大概講一下 哪些設備、家裝或者是設備的變更是違法的 然後這個部分同學就要避免去做到違法的設備加裝 配件、家裝或是設備變更 好 那之前在暑假大約暑假那時候 有一個騙子三道猴子還蠻風習的 那同學有沒有看過 有 那我們現在讓同學看一下這個是大約在今年暑假期間 因為大家看到三道猴子這個影片 然後呢有一點在風習那個飆車的情形 然後這些車子大概都有做改裝 好所以台中有做取締 好這個部分就是改裝車 然後在台中暑假的時候非常盛行 所以台中市長就開始取締 從暑假開始警方不定期在市區以及山區 抓改裝車跟造營車 市長胡秀彥緊跟時事在臉書PO文說 山道猴子的一生這部影片引發網友們共鳴 話風一轉市長強調進城專案2.0上路 抓到就開罰 日前風員工老屏有車有自拍 改裝車具炸接影片 甚至還跑給警察追 過程中有人騎黃牌重機 有人騎白牌車 甚至還有人當街飆起來行徑十分囂張 另外有民眾躲到市區中央公園 跑到人行道上撬孤輪 完全不顧夜間安寧 警方硬起來強勢執法 投入警力加強取締無罩駕駛超速 以及改裝車輛等交通違規 防止青少年有違法違規的情形發生 台中警方統計 公司公老屏這一區暑假開始 除了加強編排守望勤務 通報造音車就有631件 無罩駕駛有196件 超速也抓到169件 這些通通會開罰 另外市長盧秀彥也說 違法改裝車一次就能罰3萬塊 抓到就開罰 如果不改善還可以連續開單 TVBS新聞中一區有想排裝廠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 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 NTT 好 那這個是 那個今年的新聞 好 那先問同學 你們這個問題喔 你們是汽車客 怎麼樣 他那個噪音是什麼 改裝哪個部分 來 誰可以回答 噪音是改裝哪個部分 好 好 是哪個部分 排氣管 排氣管 好 你幾號 七號 七號 排氣管的部分做改裝 好 所以這個其實是違法的 因為它會造成噪音污染 好 來 再來還有另外一個新聞 這個也是 就是 也是 跟剛才的新聞是類似的 三道猴子的一生 最近在網路爆紅 而影片的主要場景 台七一線 也是改裝車友 最喜愛的試車路線 為了防止危險駕駛 及噪音等問題 是否會持續透過鏡頭專案 加強舉例違法改裝車 我跟你講 你要有技術 像我這樣才有機會吃掉大車 下次去跑台七一 我再教你們一些 近期網路的爆紅影片 就是三道猴子的一生 短短一個多月 點閱率就突破千萬 而影片中提到的改裝車 及台七一線 更是引發網友熱烈討論 為了防範改裝車 違法改裝 以及改裝車延伸的危險駕駛 及噪音等行為 市府宣布 將持續透過鏡頭專案 來取締違法改裝車 這點閱背後代表什麼 代表說 好像它真的是一個高度關係的立體 那這跟我們討論有什麼關係 有關係 長期 在我們跟新北人交接台七一線 三峽到我們這邊 那這個影片其實掌握的就是 我們最近最關注的事情 就是改裝車 還有改裝車的迴行駕駛 還有改裝車的噪音 副市長蘇俊斌指出 透過源頭修法 才能有效遏止改裝車 因此中央後續將 正對法規進行修法 包括改裝源頭機查 建立在認證 以及噪音機查取締等 以及在景點可以完成修法 設備 中央會配合修法 就是我們雙短旗下 包含高度交通管理條例 還有照應管治法 未來我們的改裝行為 包含說 它的源頭的一些機查 還有相關改裝之後 必須去接領上再次認證 這些在原理之前 應該都可以修法完成 那我相信 在未來的修法完成之後 我們就不用再投入 這麼大量的行為 這麼大量的原力 就可以拿到相關的效果 市府透過鏡頭專案 源頭修法 以及增加聲音照相 執法設備等方式 三管旗下 加強取締位 把改裝車 來還給市民 一個安寧的生活環境 桃園新聞的社會常報導 好 來這個部分 也是新 今年的新聞 然後接下來我們 讓同學繼續 誒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讓同學來 你思考一個問題 在我們的學習單裡面 有一個問答題 請同學 舉出違法的設備改裝是什麼 那我們現在先做 先做一個釐清 什麼叫做配件加裝 什麼叫設備改裝 好 什麼叫配件加裝 什麼叫設備 什麼叫配件加裝 什麼叫設備變更 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那請問同學 你覺得 會做 你們會加裝的配件是什麼 你的機車上 等一下我要讓同學畫一張圖 你如果買了一台機車 你很開心 你想在上面裝什麼東西 等一下你可以自己畫上去 好 那你覺得哪些東西 哪些配件 你會想要裝 好來來回答 有加分來 你會想裝什麼東西在上面 配件喔 不是改裝喔 你會想裝什麼配件 比方說 你需要看導航 那你會裝什麼 你會裝什麼 什麼 舉手回答 就有加分 裝什麼 勇敢 手機架 對手機架 好幾分 3號 3號 還有什麼東西 有同學說 呃 我想要 對 我想要看 如果說有發生事故 然後我想要看 剛才到底是 誰對誰錯 我們想要看那個過程 你會裝什麼東西 那個是什麼 行車紀錄器 對行車紀錄器 行幾號 9 9 好 那有同學說 呃我覺得我的 這個 欸應該是我們這個歐巴桑 就我那個騎車的時候 我覺得很冷 我想要裝手把套 那個東西 那東西也算是 配件加裝 好 那還有同學會說 那個我覺得我的 後照鏡 不對那個叫設備 那我們現在先討論配件加裝部分 好那接下來設備變更 同學可能就會想要改什麼 你會想改什麼 你買了一台新車 你會想要改什麼部分 整個設備改掉 但是有些是違法 有些不是違法 所以你要搞清楚 我們等一下讓同學你搞清楚說 欸這個東西這樣改下去 到底有沒有違法 好那我們現在往下看 好這個第一個就是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有時候啊 就是會覺得說 那個手把套可以方便 我不會吹到風或者是 避寒 但是呢其實它是有點危險的 好就是有人因為這樣出車禍 所以它雖然很方便 但是也是有一些 危險存在 就這樣好吸收 一結一太蓋 一吸收 蓋增量33% 幫助組員顧問 結合美 機車族會在把手上 特地加裝手套 可以遮陽防風防寒 但其實這樣的手套 潛藏危機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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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裡這裡這裡 啊這裡這裡這裡 有很多車禍 阿佛疑似 因為機車把手卡住 來不及轉動龍頭 因此擦撞到突然 右轉的機車後 敵人帶車摔倒在地上 造成四肢擦傷 也不流血 嚇壞不嚴重 到底機車把手 安裝這樣的手套 有多危險 油門跟煞車的話 如果卡到的話 都會影響 機車航師傅說 的確曾經遇到 有人因為把手套 來不及反應 造成暴衝 或是煞車失控 因此不建議裝把手套 阻隔及時反應的時間 主要是把手套的部 但卡在煞車縫隙中 輪胎會鎖死導致自摔 如果堅持要安裝 也有小技巧 像是把手套的線 最好固定在後照鏡上面 如果綁在手把上 兩條線很容易捲進去 造成暴衝 會影響反應 還是操作的功能 如果真藥狀 就要注意安裝細節 是否有活動空間 因為台中已曾經發生過 因為勾搭防風手套 造成摔車被車撞 後座的男童 殘死人下 母親也受重傷 但往往貪圖防風這樣的便利 發生擦縱時 大多來不及反應 連人帶車自摔 造成手腕補折 小熟的把手 好 那這個部分 我來問一下同學 他其實沒有違法 但是因為他危險 所以他其實是一種比較危險的設備 好 然後 來剛問一下同學 如果你是在機車廠上班 那你在幫你的客人檢查的時候 你發現他的手把套應該是 他剛說要怎麼樣綁才是安全的 要怎麼綁 有注意聽嗎 要綁在哪裡 後照鏡上 注意一下 就是要幫他檢查一下 看他有沒有綁在後照鏡上 因為他如果用在油門上會卡住 然後甚至有時候會勾到 好 那這個部分呢 是機車可以改裝跟不可以改裝的設備的部分 我們現在讓朋友看一下 這個 他等一下再講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第一大題的問答題 寫出來 三種違法的機車設備改裝 在這個報告裡面 他就有介紹 能夠機車主為了讓自己的愛車看起來甩情特別 或是為了安全考量進行改裝 被可能違反現行的法規埃法 到底機車零件哪裡能改哪裡不能改 機車行事才準備停的紅燈 下一秒有個白色影子閃過 接著工藝生冒出大量白煙出事了 我自己有 還有我又跑去哪一個 還有這道理 請的聲音蠻大的 所以趕快加油 來自救車安全性能 全爆開 好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 注意停下 那我就可以順便把答案寫上去 機車精品電機師 幫客人調整剎車系統 民眾為了安全性 自行改裝剎車碟盤 卻不在遭方法規許可內 讓車主覺得台不合理 像我覺得他們還是需要改 因為有些 改裝品是為了安全性 不是為了好看或是去幹嘛 就有點沒道理 根據公路總局公布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附件15 只規定後照鏡 排氣管以及車室外殼 在可以改裝範圍 另外前年7月 則是開放機車頭燈 可以變更為LED燈 等一下我再提一下 因為這個新聞 它其實不是今年的 所以它這個是之前的 就法規有規定說 什麼不可以什麼 之前是說LED燈不可以 好那現在它有慢慢開放了 後照鏡可以放寬 然後有一些像車身外殼 因為有人他們的車身外殼 本來比方說本來是藍色的 然後因為有破損 然後後來因為原廠停產 所以他們把它改成紅色 那但是這個 他們可以改完之後 再去建立站 把它做登記之後 它也是 就是它有做一些調整 好所以它這邊寫了 目前這些是可以改裝的 然後等一下會說 有一些有做調整 更為LED燈 不過現在外送相機興起 馬路常見外送員 在車頭加裝手機架方便導航 由於機車手機架 還有機車把手、踏板、桌墊等 在法規裡沒有列入可以改裝 成為模糊地帶 會不會被檢舉埃法、存害執法 與檢驗人員心情 像這個部分 就手機架 它其實法規上沒有說 不可以裝 也沒有說可以裝 然後把手你要變換 或者坐墊顏色 還有踏板的顏色 你要改變 這些因為法規沒有規定 所以你可以改 但你也許改了 那警察 但是他也不會說 你嚴格要抓你這個部分 它只要沒有影響到安全 所以許多人直呼應該重新檢討 好 現在科技就是新月異 然後很多新的東西都是以前沒有的 對 那法規應該是需要跟著科技進行去進步 這樣才對 我現在主要是不要影響到行車安全 或是車輛的行駛 應該有些法規要換換 騎車的或是一些製造者、換賣者 會比較好做 有基層員警私下表示 由於現行針對車輛改裝的標準規覆統一 經常造成執法上的困擾 民眾也抱怨連電 希望主管機關主動檢視線行法規 重新制定避免擾迷 東色新聞網家用車家戶在高中和道 好來這個是剛才他有提到一部分 等一下我們會再用法規的部分 讓同學再了解一下哪些是可以改哪些不可以改 好那剛才這個是從我們剛那個 那個記者的報導裡面解的圖 就是後照鏡排氣管 但排氣管它有個地方是違法的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看到 好行車紀錄器的部分 現在很多同學或者是像那個外送員 他們都會裝行車紀錄器 好那他到底可不可以裝 好那裝行車紀錄器的目的 是因為大家覺得說這是我要保護我自己的安全 如果說發生什麼事情 我可以有連結出聯繫 好剛剛你所看到的都是行車紀錄器的畫面 事實上呢販售業者就表示了 過去汽車才會加裝行車紀錄器 我從去年開始不少接的騎士也開始裝 紀錄器來自保了 現在就連腳踏車也能裝 就是為了避免發生糾紛的時候 這行車紀錄器的畫面可以自保 順順的騎 騎士在這個路口要轉彎 突然 另一輛銀色機車 你想衝過來 兩輛車撞上 騎士搞定 機車受損 零件散落一地 幸好發生意外的過程 被裝在安全網的行車紀錄器 全排下來 長方形的黑色盒子 就是機車的行車紀錄器 像是這一位正嫂姐 每天騎車上下班 一定會帶著她 航路上都很多事件 希望她之後 對自己的行車比較有 應該是在去年開始 消費者開始 慢慢能夠進入 對我們對一個產品 大概三五倍應該都有 不過同樣的行車紀錄器 使用方法不太一樣 效果當然也不同 行車紀錄器裝的地方 學位也很大 如果是裝在安全帽上面 它的鏡頭也是隨著人頭部擺動 所以拍照的角度比較多 甚至是穩定要下車查看 它也一樣可以繼續錄 不過 好 它這個行車紀錄器 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 其實行車紀錄器 也可以裝在機車等支架上面 不過它拍到的角度就會比較局限 只能跟著龍頭擺動 但是裝在這邊 就比較不會被旁邊的人發現 分割畫面來看 更明顯 裝在安全帽上面的紀錄器 拍到的角度 會比裝在支架上的不更多 也比較有紀錄性 同款紀錄器 也可以裝在腳踏車上 除了自保 不少騎士還會特別裝來 要路風景 不用拿手機 就可以把漂亮的風景全拍下來 機車和腳踏車的紀錄器 一台兩到三千 跟汽車的紀錄器相比 價錢差不多 但是機車的行車紀錄器 技術上更困難 機車上面 你要的是全天候的東西 你必須要防禦防震 難度高一點 不只是汽車駕駛 汽車騎士 以學資簿 不怕發生意外 被別人正貧困 TVB新聞 吳宗隆何嘉宇 高雄報道 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看他的 剛才那個記者頭上的 行車紀錄器啊 他是可以活動式的 然後法規是規定說 你不可以裝那個直接 就不能拔下來的 因為他的法規是規定說 你如果安全帽上有東西 然後去 你如果發生事故 然後撞到時候 可能會 會因為K到你的行車紀錄器 而且你想到你的頭部會受傷 那如果他是可以活動式 那這個是魔鬼氈 你如果可以把他 你如果再遇到一些意外的時候 魔鬼氈他脫落 這樣子反而比較安全 所以他後來是有說 在安全帽上有規定說 請你要裝行車紀錄器在頭上 要用那個可以活動式的 好 再來接下來 這個就剛剛講的 因為國家那個 國家標準是說 不可以超過5mm 好 那但是因為 有些機場就說 我們哪有可能 有這麼小的行車紀錄器 除非裝針孔 所以基本上 他們很難做到這種程度 好 然後這個就是剛才 一樣 就是他後來有說 要開房 然後後來就 議員就有去抗議說 這個規定是不合理的 好 那手機架的部分 這個老師去研習的時候 有一個教授他有講到這個部分 他說手機架裝手架好像其實不太合 不太合法 但是他說他有一天他的老婆 那時候就帶著手機 因為他沒有手機架 然後他那時候想要拿起來看一下說 他要去哪裡他想看到 結果他就發現口袋啊 拿起來就不小心滑落地上 你知道 然後滑到車陣當中 然後他的太太就騎 就就停把車子停在旁邊 然後想要去檢他的手機 他經過車陣去檢他的手機 他才會想說 好像這個規定也不太合理 如果你不裝手機架的話 反而會更不安全 因為你有可能手機會 隨時從你口袋滑落 然後你要去檢你的手機 反而造成危險 所以他覺得說 手機架其實是有批要的 那手機架在 裝手機架是沒有問題 是哪一個部分有違 有問題有違法 來同學們知道 你裝手機架 你在看沒有問題 那是哪個部分有問題 有沒有人知道 你只要怎樣就違法 你手怎麼樣 班長 對你只要去觸碰 你這樣裝的是沒有問題 但是你只要觸碰 你有使用手機就是違法 你這樣 好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是本來法令上是說 這個部分沒有說合法 但是因為基於安全 他們是後來是通融的 你看 這個就滑一下就違法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手把套這個我們剛好看過了 那 那個手 那個把手部分 如果說你想換顏色 這個部分是法規上是沒有規定的 所以這個是 還算是合法 但是他比較 你用手把套是不安全 好這個是剛才的 這不一樣 這個新聞又不一樣了 他是 他不是因為綁線的關係 他是因為 他的手把套 勾到其他車子造成車禍 很多人會在機車上頭呢 加裝這種防曬或防風的手套 但是呢 有比詩是PO文喔 他在路上的時候 要超越一輛自行車 結果自行車的把手 最小心勾進了他的把手套裡頭 造成兩個人重心不穩 差一點點撞到了隔壁的大貨車 非常危險 民眾騎上機車 雙手放進機車把手套 不僅冬天防風 夏天還能防曬 讓不少機車騎士都會加裝 當然使用 就是 冬天的時候可以防冷 夏天的時候又可以遮陽 是有時候 停機車停比較近的時候 可能會 跟旁邊車有點勾到 稍微不方便 不過把手套其實危機重重 就有女網友PO文 說自己在超越右方單車時 對方因為突然放開雙手 往左偏移 單車把手就勾到他的把手套 害他重心不穩 差點撞上 左撐破車 假設這個是另外一部設置的手把 他這樣子碰到 我們的車頭就偏離 這個手把就會離開 但是如果是這個套子 他撞到了 他就這樣勾住 他就把一個車子拉走 不僅容易勾到別台車的把手 如果遇到突發狀況 還會無法及時伸出手來意念 交通警察就說 這容易造成普遮意外 而像是手套的綁線或是連續 不小心卡進煞車卡損裡 就會導致煞車失靈的狀況 非常危險 那我們知道特別是貨車型的車輛 它的周邊會有很多的突出物 甚至有鉤子 防繩子用的鉤子 那你如果經過的時候被勾到 那你可能整個車子就會被卡在那裡 不僅是機車上面的防曬手套 重點現在這個防曬群也很流行 但是其他也很容易會勾到東西而產生危險 進入夏天 汽車騎士都會做好防曬措施 但是專家也提醒 盡量選擇比較利落或是緊張的材質 以免被其他路面上的突出物勾到造成 好來像這個部分就是穿著部分的 就是你如果裙子或者是防曬群太大片 有可能也是會造成危險 好再來 好機車側駐這個 這個在同學會覺得說 欸那我想要裝個鞋子啊 或者想用比較花俏的 這個其實在法規上是沒有規定不可以的 這還算合法 好那後置物箱啊 後置物箱同學你覺得這東西可以裝嗎 他是另外在加裝的東西 其實如果說你做的沒有很大是還好 因為有些人想說我要放安全包或一些東西 但是如果太長 你若太長或者太大會勾到別人的話 那就會造成危險 所以他們所有的配件加裝 或者是設備的一些偏分 只要有影響到安全的這個原則 基本上就是不行 好那你裝置物箱是可以 但你如果太大就不行 好像這個新聞就是 他的置物箱太大 影響到別人 人生就像棒球 有好球 也有壞球 機車後座架裝箱子停在停車格內 就會明顯突出一塊 即日經過的時候還得特別繞過他 現在有民眾反應可能會因此增加發生意外的機率 一排機車 並排整齊停靠在停車格內 唯獨有個箱子突出了大半截 這是馬路上隨處都能見到的景象 因為承載東西相當方便 不少騎士都會選擇加裝 但要是相當狹窄或是太靠近一個不注意 就可能會發生擦撞 他停的太出來或是我裝到他 這我覺得都是一個危險存在的 比較像是他要可能牽出來的時候 然後騎士騎在坐在車上面 然後往後倒退的時候 這樣子會有差點撞到過 在沒有人行道的狀況下 如果再用人行道的話 會比較容易這樣的危險 車裡以後加裝的話 應該比較像重機那樣的感覺 近來外送或是快遞業者都會加裝專用箱 根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定 普通輕型機車載重不能超過50公斤 重型機車80公斤 原則上高度不能超過駕駛人的肩膀 而寬度不得超過把手萬元10公分 車尾部分從後輪轴算起不能超過半公尺 來這個是他的最最基本原則 就是你的高度不可以超過駕駛人的肩膀 然後寬度呢不可以超過把手10公分 這樣就會可能會卡到別人 然後你的長度不要超過半公尺 就50公分了 好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要抓一下他的距離 不違反將會開罰300到600元 但究竟是車輪停在停車格內就合法 還是連同箱子也該停在白線內 卻沒有詳細違反 他說這樣子的家常的行李箱是會處罰的 那我就跟他講說處罰的遺跡在哪裡 要用哪一條法律來處罰 車輪可能已經停停超速停車格 停車格外有影響到交通的話 這個我們還是可以是個案認定 還是都開罰 開不開罰上有模糊空間 詳細細節還得討論 但只怕會變相產生路權爭議 東正新聞李軍交新聞在台北 好來再來我們繼續齁 好那像這個啊 這個線我們就不看因為太多了 他這個就是因為太寬了 然後在起的時候他有點往右偏 就卡到旁邊那個還有隔壁人摔跤 好後照鏡的部分啊 現在法規式規定是就是沒有去限制 但是一定要有後照鏡 最基本的原則是要有後照鏡 不可以不裝後照鏡 好然後這個是一個呃 女騎士啊 他在後照鏡這邊裝了一個閃燈 他這個閃燈後來被警察抓 那後來他就有爭議 他就說我不是後照鏡 這個是我的原廠本來就是長這樣 為什麼不可以 好來那個有同學可以解答 他這個為什麼會被抓 俞詠 他為什麼會被抓 他後照鏡上有燈 他違規的部分在哪裡 他的設備上哪個地方違法 顏色問題 對他是對他就是顏色問題 因為他這個燈是方向燈的作用 那他因為一般方向燈的顏色是正常 但是什麼 方向燈的正常顏色是什麼顏色 黃色 黃色但是他是藍色 好雖然他這個錯的不是錯在他上面有裝燈 錯在他的燈色不同不對 好然後這個排氣管來有沒有人告訴我 這排氣管左邊跟右邊哪一個是不合法 哪一個不合法排氣管 好左邊不合法為什麼 重點是什麼 他沒有用防燙蓋 好那所以這一個排氣管 他如果沒有裝他的規定是你如果沒有裝排那個這個這片 防燙蓋的話就是違法 他這一個是沒有裝所以他這個是違法的 好再來排氣管的就是防燙蓋 這個是沒有這個這個有 好那排氣管還有一個規定 就是他的那個角度這個不是這個是他的聲音 這個人啊這個阿伯自己改裝排氣管 好然後呢非常吵被檢舉 這個阿伯他就說我的排氣管都會被偷 我們這個社區很奇怪都會偷人家排氣管 好所以他就自己改裝 然後改裝之後他的噪音等一下讓你聽一下 他主要是因為他的噪音的問題 機車一吹油門 劃破巴黎巷弄深夜年輕 十兩週這名機車騎士又被住戶直擊他M當勾的聲音 吵到難以入眠 如果他就是故意去一吹油門那個是 他聲音是我覺得比站中間 比那個住在機場旁邊還吵 我真的看快人的電話有時候直接 蹦這樣子 小孩子都下棒 被檢舉的騎士滿腹委屈 他說他的排氣管一直被扣 他只好自己改 他自己改 而我們一採訪完 他居然違規騎射路 當街奏警方來查 你看馬上被抓了 好所以他這個他這個部分 噪音的部分太大聲 所以是違法的 好再來這個是沒有防灘幹 這個部分他沒有做防灘改 所以開法單 好那這個是西子灣的改裝車太吵了 在他們噪音檢測的時候就違法 所以開法 好這個部分的同學 如果是騎車跟同學應該會知道 車牌加裝邊框 這個是合法還是違法 這是違法的 他加裝邊框是違法 所以你不要說我覺得很好看 我貼個貼個貼紙什麼 這個是違法的 好來他就是有規定說 不可以把牌子 那個車牌不可以翹牌 不可以翹牌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後面警察要抓你 他看不到你的車牌號碼 所以那是不行的 還有你有貼反光貼 或者是牌框都不行 好像這個翹牌 然後警察從後面看不出他幾 他的車牌是幾號 這個就是違法的 好然後車燈的部分 這個是在法規上有一個明文規定 煞車燈頭燈方向燈 在不合就是他不可以做改裝 那這個部分 等一下我們就法條部分來看 那LED燈後來是改成可以可以裝 但是你不可以太亮 你亮到讓那個對方車子炫光 就會有點危險 好那就是因為有人這樣子發生車禍 就是你LED燈太亮 好那所以大家不要想說 我想改什麼就改什麼 這樣可能會違法 然後又會被造成對方的危險 像這個對方燈太亮 後來後面車子撞到 好然後這個有一個人他在這邊加 這個是反光板 然後他就說我要用燈裝可不可以 不行那也被裝 所以這個部分就同學就不要亂改 好來我們現在要做一個 那個 來那個學習單上面 好這個是 剛才我們在 所有的設備 變更跟配件裝上面 我們大概要講一下 像手機固定架 你覺得他是安全還是不安全的 這個我們剛才都討論過了 我們就往下 好那這個是也是剛講過 有一些部分是開放可以改裝 好 好來這個部分 來打叉叉那個錯誤是哪裡錯誤 你的引擎不能怎麼改 他要平行 上面的是平行尾巴那邊 然後下面這個往上噴了 那這樣子如果擠在你後面的人 可能都一直在你的煙會噴到他的臉上去 所以這個一定會被抓 就是這個部分 這個管子要平行 他不能往上角度這樣不對 好就是要跟地面呈現90度 不能夠跟就是超過90度 他是要平行 好不可以傾斜於水平線 好那如果說你在引擎上做更改的話 會罰900到1800元的罰款 好機撐燈這個我們就沒有時間再看了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把那個法規的部分來 現在請我們把選擇題看一下 好 等一下會讓同學看一下這個部分 就是那個全高不可以超過兩公尺 然後寬度不可以超過多少 好這個等一下會讓同學看一下 像這個就不行 你看這個阿伯 我也不知道他是阿伯還是誰 這個東西太長了 因為他規定不可以超過兩公尺 這個已經太高了 好再來這個在拉蘇 柯兩杯在全村莊的那個拉蘇湯 所以他整個這樣疊上去也是不安全的 好那這個阿公他想要把床墊帶回家 直接這樣拖 這個太長了超粗 好那像印度人 他們這樣子直接這樣子 全部九個人用一台摩托車載 好來我們現在直接跳到法規的部分 好來現在請同意看一下第一題 依照那個大陸交通安全規範裡面說 機車不得變更引擎設備 好這個對不對 你們現在一邊看一邊作答 好引擎設備可不可以變更 好第二題他可不可以變更車燈 噴色還有貼膠紙 我們題目上說可以 那你看一下我們上面的規定是說什麼 不可以 然後第三個部分啊 第三題他改排氣管 好下一個部分喔 排氣管 剛剛上面看 好排氣管他的數量在上面 第三點 排氣管的數量跟那個 左右安裝的位置不可以變更 好所以第三題你覺得對不對 他可不可以變更 好第四題他的燈光啊 好在這一條 那個大陸交通安全規則裡面的 附件七有講到這個部分喔 頭燈他應該是白色跟淡黃色 好然後兩邊的燈色要引致這樣對不對 好這一題請同意會作答一下 好那尾燈數量是一盞或兩盞這樣對不對 好那請同意注意一下 因為這燈光啊這個 這個像這煞車燈或者是方向燈 他是第二題呢 先跳到第二大題問答題 車燈這個部分為什麼不能改裝 因為他是你跟後面的人 做溝通的一個工具喔 那如果說你打方向燈 或者你按煞車燈 後面才叫做喔 你要改變你的行進路線了 所以他是一個溝通的訊號 那改車燈會發生什麼危險 好你們可以順便作答一下 第二大題問答題的第二題 車燈你如果改的話會發生什麼危險 是不是可能會造成後面搞不清楚 你要往左往右或者是 你的燈色改了喔 比方說他說 他說那個方向燈是什麼顏色 橙色 那我說我改個藍色好了 他可能後面會不會注意到你這個是煞車燈 那或者是你的你的 他沒有注意到那是你的方向燈 或者那些煞車燈 你人家一般來說是紅色 因為有警戒效果 那你說我改個綠色好了 這樣子人家也不會知道你那是煞車燈 所以他不能改燈的原因是什麼 好那他這邊有另外一個規範 說緊急煞車續運套啊 如果有符合國家安全標準的話 是可以裝就是他你在煞車時候會 他會這樣稍微閃一下閃一下 因為有些人在騎車時候有點放空 他沒有注意到你在按煞車等 那他這樣閃的話你會稍微注意到 哦原來你有在煞車 就是要提醒後面的人 好再來第五題 第六題 好這個這個是 好尾燈的部分 好尾燈的部分應該是一盞或兩盞 然後應該是紅色的對不對 不可以單獨熄滅 好然後第七題 機車主排氣管不合規定可以罰700到1800的罰款 這個我們在剛才的新聞報導有講到 同學可以 你看你有沒有印象 他是不是這樣處罰 好然後機車權高不可以超過幾公尺 有沒有人記得 權高不可以超過幾公尺 你會忘記我再讓你看一次 幾公尺 不可以超過幾公尺 兩公尺 好那這一題對不對 你看一下圈插打一下 機車權高是不能超過兩公尺 那我們題目是說三公尺 好那機車變更後照鏡 因為會涉及行政安全 所以需要檢驗 後照鏡啊 因為這個部分他有放寬了 但是就是你如果 哎下課了 好那這部分 學習單請同學 在下面的機車部分 你自己把它畫完了 我們下次再做檢討 好那請同學注意一下 為了安全還是盡量不要加裝 好謝謝 謝謝 謝謝